還有, 我今天遇到鍾伯 原來他之前在慧如航打工 鍾呢? 他呢?你怎麼認識他的? 之前在醫院認識他的 鍾伯他很慘 因為被車撞, 搞得對他行不動 他還跟你說什麼? 他還跟我說 當年因為他不小心 搞得惠人可火燭 後來爸爸欠錢 因為受不了壓力, 所以跳樓自殺 其實你們是不是擔心我會不開心 所以一直以來 都不肯告訴我清楚嗎? 你們可以放心, 我沒事 你真的沒事? 其實十五年只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無論發生什麼都好 過了去就是過了去 不開心的事都不遺跌, 是不是? 你會這樣想就好了 不過最放不下的那個是鍾伯 他今天不斷跟我說對話 說要不然因為他, 爸爸也不會自殺 他還說那個味火筒 暗也沒有反應, 搞得救不了一場火 他就是因為這樣, 不斷自責 內疚了很多年 那你有開解他嗎? 我有 但是他說這一切都是暴應 所以我很希望他之後可以放下這件事 真的應該放下這件事 沒理由把責任揹起一輩子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重頭離開 開開心心地生活 媽媽, 吃個雞皮吧 謝謝 吃飯 弟弟, 你幹什麼? 父母, 你沒事吧? 對不起, 姐姐, 對不起 其實我有份害死姐夫 你說什麼? 如果不是我 我總是說姐可以救色長火 濕了… 老闆, 放水, 流到鹽毒了 有沒有人來幫忙? 你幹什麼? 油漏水? 誰讓你逗一幅畫的? 阿尚, 你有沒有事? 不是, 老闆 剛才天花板流水流得很重要 還滴濕了一幅畫 流水? 誰有流水? 沒有啊 我明明看到有流水的 真的沒有啊 我警告你 以後沒有我批准 不准進我寫字樓 不准逗我的東西 再有下一招, 你不用知道就留在這裡 全部拿去 好… 怎麼?很痛嗎? 不痛… 其實我自己來就行了 好, 那你小心點 你剛才是否又見到隱形水? 是呀 對不起, 令老闆惹得很生氣 不要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發這麼大脾氣 那是我不對的 老闆辦公室裡有這麼多重要的東西 我就這樣進去, 如果不見了東西怎麼辦 那誰都知道你老實的, 怎麼會偷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花瓶不斷給你一些隱形水 做什麼呢? 他是不是其實有什麼想告訴你? 我覺得這個花瓶 可能跟我爸爸有關 為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那條錦鯉 就被我發現了我媽和老闆老闆娘認識 然後那條錦鯉就帶你到我爸爸的骨灰鵪位 才知道我爸爸媽媽吵架 不見了戒指這件事 之後那條錦鯉在圖書館裡帶我們出來 看到中伯 在中伯家裡有水沖了一張照片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中伯是偉銀行的舊伙記 知道當年火足的事跟你爸爸是怎麼死的 就是呀, 所有事情都跟我爸爸有關 難道這個花瓶是你爸爸的? 我記得老闆說過, 我爸爸死了之後 他接收了很多偉銀行的貨來賣 難道這個花瓶是其中一個? 可能一定是這樣 慢著,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花瓶上一條魚也沒有 那這條錦鯉是哪裡來的? 要不我幫你問問爸爸 看看這個會不會是屬於偉銀行的 但是老闆現在這麼生氣 這間紋好像不是那麼好 那也是的 要不你拿著花瓶回家裡 看看會不會感覺到東西 我會想你 爸爸嗎? 爸爸 爸爸, 有塑膠在我的臉上 不要 你來看什麼? 我在看那幅畫, 原來你有這幅畫 你在看什麼畫? 那幅錦理圖, 魚像真的一樣 這裡什麼畫都沒有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對電腦對得太久 一時辦法看錯了 我繼續幫你弄電腦 你真的在Andy的家裡 看到這幅錦理畫? 不過不是正常那種看到 是一盞眼就忘記了那種 這麼奇怪也有, 會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之前那幅錦理帶著我 才發現媽媽和老闆老闆娘認識 然後那幅錦理帶著我去找中伯 才知道中伯原來是毀人行的舊伯記 還有一次那幅錦理帶著你跟著我媽媽 去到骨灰岩見到我爸爸 等等, 但那幅畫是Andy的家裡看到的 那難道Andy, Andy媽媽 或者那間屋和你爸爸有關嗎? 不祝福的話 我爸爸有關?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